各位同学大家好,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在Spring Boot项目中整合好了Sviger,既然Sviger可以在线调用后端的Web方法,这一节课咱们就先创建一个Web方法,接下来在Sviger页面上去调用执行一下。 各位同学,这一集的视频还是对应手册里边的第二章第五小节,上一节课咱们是在Spring Boot上面集成好了Sviger,接下来咱们就应该是去创建Web方法了,咱们看这个手册里边的第三部分的内容,首先需要我去创建一个package,在这个controller包里边需要创建一个testcontroller加网类, 这个就是一个WebController加网类了,在里边我去定义Web方法,比如说各位同学请看,在这儿我去定义一个Web方法叫做SayHello,之前我们定义好了R这个封装类,因此说所有的Web方法返回的内容都是要封装在R对象里边的, 那比如说在这儿我去调这个R类里边的静态工厂方法,叫做.ok,通过这个静态工厂方法构建出来的R对象里边已经包含了默认的状态码和默认的消息,接下来呢我就是绑定具体的数据吧,在这儿比如说PutMessage叫做Hello World,比如说这是一个业务数据,名字叫做Message,具体的值就是Hello World了, 这样的R对象呢我们是返回就行了,加一个Return,在这儿各位同学,这个Web方法想要加到Sweiger页面,我们是必须要加一个注解的,各位同学看好,这个注解呢叫做API Operation,你可以给这个方法添加一些描述的文字,这个文字你怎么写都行,只要这个Web方法定义了这个注解的话,那么这个Web方法就会出现在Sweiger页面上,当然了, 我们在声明这个Controller加完类的时候,给这个加完类还要再加一个注解叫做TrayAPI,加上这个注解以后,那么Sweiger才会去扫描这个加完类里边的Web方法,是这么一回事,所以呢这个注解和这个注解呢咱们都是要正常去写的,比如说给加完类加RestController这个注解,咱们这个类里边所有的Web方法接收和返回的数据都是JSON格式的,再有呢给 这个Controller加完类分配一个相对路径,接下来给咱们这个Web方法分配一个相对路径,这个Web方法接收的请求,大家看一下,是get的请求,好了,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写的Controller加完类和里边的Web方法,把这个加完类创建了之后啊,接下来就可以去启动Spring Boot项目了,当项目启动之后呢,各位同学,我们可以打开浏览器去访问这个地址, 咱们这个项目呢是部署在8080端口上的,然后是项目的名字,再往下呢就是Swiger页面的这个名字,叫做Swiger横线UI.html,你访问这个地址的话,就可以出现下面的界面了,上一节课呢,咱们是给这个Swiger定义了很多的信息,比如说给这个Swiger页面设置的标题,对吧, 再往下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Web方法,大家看一下,SayHello方法就会出现在界面里边,然后咱们就可以执行这个Web方法了,好了,同学们,咱们切换到Idear上面,先把加完类和Web方法给定义出来吧,各位同学,我现在打开了Idear,首先呢咱们去创建一个package,名字就叫做Controller吧,我把这个包的名字呢给写一下,然后在这个包里面呢,我们新建一个, 这个加完类,这个加完类的名字假设就叫做TestController,好嘞,至于说这个Controller叫什么名字,无所谓的,有了这个Controller之后呢,接下来咱们是要去设置一下住景,比如说第一个住景是RestController,好,第二个住景是给它分配一下相对路径,那就是RequestMapping,咱们分配的相对路径,比如说就叫做斜线Test吧,然后第三个住景是TryAPI,这个住景非常重要, 一定是要写上去,当然了你也可以给这个住景里边添加一些描述信息,这个是没问题的,写完之后呢,接下来咱们去声明一下web方法,比如说在这儿我去声明一个方法,方法的返回值是R对象,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方法的名字给写一下,叫做SayHello,暂时呢现在没有参数,接下来给这个方法加一下住景吧,比如说给这个方法加的住景是GetMapping, 那么给它分配的相对路径,比如说就叫做SayHello吧,然后呢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注解,叫做APIOperation,这个注解一定要加,那么里边的描述文字我写一下,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方法的内容给写一下,其实呢就是Return一个R对象, 我去调OK这个方法,构建一个R对象,然后往里边绑定一下业务数据,比如说业务数据就叫做Message吧,然后返回的值呢是Hello World的,OK,没有问题,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算是把这个web方法给写完了,非常的简单对不对,各位同学,你把这个controller还有这个web方法给定一下吧,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可以启动这个加瓦项目了,启动项目之前,首先必须要 保证你的Messica数据库,Redis还有MongoDB是启动的状态,如果这些数据库有任何一个没有启动,咱们启动Spring Boot项目就会报错,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,好了咱们去找一下这个主类,那我去执行一下这个主方法,咱们看一下控制台输出的结果,如果说这个控制台没有任何报错的话,就说明咱们这个项目启动成功了,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,控制台没有任何的报错,对吧,好了同学们, 那么你把这个加瓦代码写完,然后把这个项目启动一下吧,刚才我们不是把后端项目给启动起来了吗,接下来呢我是打开了浏览器,各位同学请看,在浏览器里边我填写这个地址,就可以访问到Sweiger页面了,这个Sweiger页面里边的标题信息,之前我们在创建SweigerConfig类里边的时候呢,是定义过这个标题信息,对不对,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, 在这儿呢出现了Controller类,点击一下,里边的这个SayHelloWeb方法,我们现在是看到了,在调用这个方法执行的请求呢,是Gate请求,我再把这个方法呢点开,咱们可以看一下,这个方法呢不需要提交任何的参数,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尝试着去调用一下这个方法吧,各位同学可以看这里有Try Out按钮,你点击一下这个按钮,然后呢你点击执行这个按钮,各位同学咱们去看一下返回的响应,在这儿说了这个响应题里的内容是什么,比如说这个Code呢是状态码, 咱们之前封装R这个类的时候,定义了这个状态码,对不对,然后再有就是默认的业务消息为Success,之前我们在定义R这个封装类的时候,也绑定了这个业务消息,对不对,再往下呢就是绑定了具体业务数据了, 刚才我们在写Web方法的时候,网R对象里边绑定的业务数据叫做Message,它的值呢叫做Hardware呢,看来这个Swagger完全可以调用我们编写的Web方法,同学们你看,这种调用方法是不是比我们用Postman调用方法简单多了,对吧,这个方法调用的模板已经替我们写好了,我们只需要去点击执行按钮,就可以去调用这个后端的Web方法,看来真的是非常的简单,对不对, 各位同学,调完这个方法之后呢,接下来我有一个地方要跟各位同学说明一下,大家请看,在这儿有认证按钮,我把这个认证按钮点开以后,会弹出一个对话框,在这个对话框里边呢,是让我们填写一下上传的令牌字无串,因为上一节课我们去定义SwaggerConfig的时候,在Swagger里边呢是添加了对JWT的支持,我们再去调用那些必须要认证才可以调用的方法的时候, 需要上传令牌字无串,然后咱们声明了,这个令牌字无串,必须是要写到请求头里边的,这个参数呢,必须叫做Token,现在各位同学可以看到,在这儿呢,我就是可以把我的令牌字无串,填写到文本块里边, 然后呢,去点击认证这个按钮,咱们这个Swagger页面就会记住你的令牌,将来我们调用任何需要认证才可以调用的方法的时候,Swagger会自动在请求头里添加这个令牌字无串,请求头的这个参数叫做Token, 这个请求发给咱们后端的加瓦项目,这个后端加瓦项目呢,就会从这个请求头里边去解析出这个令牌字无串,然后验证一下这个令牌字无串,如果验证通过的话,这个方法就是可以执行调用的,对不对? 到目前为止呢,咱们后端项目还没有集成JWT呢,我现在配置的这个Swagger里边的JWT,只是说咱们去调用那些必须要认证方法的时候,Swagger发起的请求里边,这个请求头会自动带上这个令牌字无串,是这么一回事,并不是说我在这个Swagger里边已经自动实现了JWT机制,这个没有,各位同学需要注意一下, 所以这一张后续的几节课,我会跟各位同学呢,说一下,怎么在Spring Boot项目去集成C罗和JWT,相关的内容啊,各位同学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,同学们,这一节课呢,咱们是用Swagger去调用了一下我们写的Web方法,执行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,对不对?非常的简单 既然说我在本地已经调通了,各位同学是不是你自己动动手,在自己的Swagger页面上去测试一下这个SayHello方法的执行呢? 好了,同学们,本次课我就先讲到这儿,更多的内容咱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